本地10月份零售业销售额连续第二个月同比下滑 近期跌市同之前接连增长7个月形成对比 本地零售业今年10月份的销售额同去年相比微跌0.1% 9月份销售额下滑0.6% 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表现最差的是电脑和资讯通信器材 销售额年比大幅下跌超过23% 汽车销售额则是同比滑落3.8% 政府今年10月宣布汽车和摩托车常年增长率 明年2月起将削减到零 这主要是因为土地有限 以及当局将注资改善公共交通系统